强度的踢法呢 整个球队的体能下滑是非常的明显 对 所以希望这支球队呢 能够有敌放式 那是把当初卡拉斯科加盖坦的活一块干了呀 是 进球加助攻啊 好这边 又带进去右脚 打一脚打的也是质量非常的高啊 来自于25号陈哲超 左边一位一路杀上来内切啊 对 赛季初贝尼克斯一直是用理帅 但也就是首回合打复利的那场理帅 表现极其之糟糕之后 彻底被树枝高阁了 对 这是陈哲超刚才的那一连串的突破内切 右脚呢 赛巴这个赛季已经有了五个联赛进球 而雷纳迪尼奥在进球方面还没开张呢 唐苗 下理赛传中 打门 差了一点点呢 这球其实打的还是非常巧妙的 是 传球呢有点追身 雷纳迪尼奥 进入定区 一对一 横向带两步 丹尼奥森先做了一次拦截 不挡还好 挡了差一点 这个泡物线就直接进了 所以你看 复利呢 虽然看上去场面相对 张初出击 但是出击之后 也没起跳也没怎么样 就跑出来两步之后 发觉不对 好像不应该出击 对 只是队友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了 而这下进区里面的对抗丹尼奥森倒地了 是不是踢到头了 是 这一下托奇奇呢稍微显得有一些莽撞 哎呦 应该是 鞋钉直接把脑袋给踢开瓢了 对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先前所说看看 龙东 打了 龙东之前打上海绿地生花的一场比赛 一停一射那个球打了 后边的同伟压的其实都比较靠前 哎呦好球 这球传的质量也不错 昏勃再踢 哎 这球折射了好几下还还击中龙东了 龙东真是帮了倒忙 正好是挡在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上 是 再往里传有点深 再打一下 老尔森 直接打 好不容易捞到一次机会 嗯 球没有传好 是 汤姆西哥这下也没跑 跟没来 呦 没扛住 看看 身后 传得不错 看速度雷纳迪尼奥 还是走内线 啊 再来跟队友做配合唐苗 哎呦大了 最后这一步 啊 当富利有快速反击机会的时候 他们是可以去制造出一些威胁的 邓贝来下场李提香 顶替邓贝来登场 深圳14 这两只手队目前11分 先看这球打得太正了一些啊 拉尔森 从积分的形式上来讲的话 这两只手队如果能够分出圣 期待跟祝愿 这是从他爷爷辈开始 说为什么叫提香 因为那是名人嘛 对吧 先看这球 哎呦 差一点点 调整的稍微还是多了一些 但是第一步的调整 晃倒了两个方式 对 但是叶楚贵他其实 自己更擅长的位置是中路 先看这球 震龙的打门非常漂亮 而韩佳琪我们一直说过 他的门线技术 他的反应是很出彩的 对 震龙这下呢 打的也相对比较震 嗯 但是我们看 哎呦 小心了 哦哦 不利 叶楚贵 还真就是换上来的叶楚贵啊 啊 这个反击打的太突然了 啊 右边这下传终啊 走了一个地面 这个赌博 说范帅是 赢了 郑龙 讲 啊 傅明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 广州复利一比零战胜了大连人